苗栗县头份市信义国小 智力将美感融入教育当中 学生透过了信义美不美课程 找寻杂乱的空间 其中位在三楼的空地 因为长期无人维护杂草重生 学生就选择来栽种命远植物 这花朵绽放的同时 也吸引了蝴蝶能够美化校园 头份市信义国小六年级的学生 有人忙着浇水 有人拔草 整理花圃环境 这处小花园在大家的用心下 成为校园的美丽角落 每天早上会有一些人来拔草 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负责浇水 然后下午要放学前也会浇水 以后在生活中 假如看到一个不美的地方 我们会去试着思考 就是要怎么把它改的 如何改的很美 信义国小近年致力于美感教育 这次学生搜寻校园带家常之处 思考该种植何种作物 由于空间在顶楼 不适合浇贵的花卉 因此想出了蜜园植物 包含了高氏佛泽兰 马力金的吸引蝴蝶以及蜜蜂 我们希望呢 我们学校陆陆续续 有更多的空间 然后小朋友能够加入 我们这个改造的行列 然后让我们学校更有美感 然后学生也是培养 它的美感的素养 重点是他们自己种的 对对 重点就是他们自己种的 他们会细心的维护 而且他们会更爱这个校园 栽种的经验 学生可以带回家 进而提升 找寻居家生活中 美化空间的敏锐度 美感从校园出发 传递到社区 最后的我们在学校园出发 我们在学校园出发